刀燈還原技術 各位大家好 今天所要介紹刀燈還原技術 有哪幾個翻新的做法 第一個 研磨拋光 傳統研磨拋光 以及現在最行的蒸氣鍍磨或鮮氣鍍磨 再來第三種就是工業鍍磨 我們現在介紹工具 第一個 傳統研磨拋光 我使用的拋光機 及 海綿搭配粗、中、細 及 拋光蠟 或是拋光劑 俗稱拋光劑 205細的 那個美光的 105是粗的 等於是粗蠟 這個刀燈的示範 這邊 所介紹的是 工業鍍磨硬化層強化塑鋼 大會示範 我們大會會以紅色的 來示範 這是 蒸氣鍍磨 蒸氣鍍磨加 它 免拋光 俗稱免拋光的 蒸氣鍍磨液 我們先把它倒入 好,倒入之後呢 今天 我們現在 蒸氣鍍磨液 這是工業鍍磨 工業鍍磨的話 我們用紅色的 其實它塗裝上去 都是透明的喔 好 好,大會會一一示範 煙磨拋光蒸氣鍍磨及工業鍍磨塗裝的動作 我們分成 三等份 好 好,先工業鍍磨示範 好,現在要把它做 工業鍍磨塗裝 工業鍍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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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塗裝之後,我們開始示範 固化 藉由紫外線光譜儀 來做大燈的固化動作 好,大燈已經固化了,來 再示範蒸氣鍍膜 表面硬化層已經固化了,工業鍍膜已經固化了 再來就是蒸氣 現在用蒸氣引力來做拋光的動作 很快速,這道路拋保很多在賣 蒸氣鍍膜硬化層,數量很快速的 讓大燈產生高透明、高亮度 這樣很快的,這就是蒸氣鍍膜 好,這邊耗加熱,吹風機加熱快速的 它就表面就乾了 好,這是 現在拋保在賣的蒸氣或燻氣 好,每拋光很快的,整個就亮了起來 好,這個 蠻快的,很方便,一下子有亮 固化了 再來,我們示範傳統圓模拋光 第一個我們用 拋光機 搭配 可以 出蠻 或是 出的拋光機 來做拋光的動作 這一般外面比較做的就是 拋光美濃墊 他們可以做就是拋光機 拋光的方式 再來,第二片 比較中的海綿 好,再來 我們用 初中系 再細的,再 搭配希臘 或是 細的 泡光機 來達成大燈 傳統圓模拋光 好,用最細的海綿 三個動作已經完成,都完成大燈還聯的動作 接著我們最主要來講解 大燈還聯之後 大燈可以撐多久 好 手指方向 這邊是工業硬化層強化受鋼部分 塗裝方式固化 這邊是用蒸汽的 外面大陸淘寶很多在賣 蒸汽露膜或免拋光藥水 完成的高透 高清澈的動作 這邊是我們傳統圓模拋光 最常見的地方 整個大燈整體來講 都清澈度都很高 但是大燈真正能在外面使用 能抗夏天的陽光照射 曝曬 能抵抗能撐多久 就是要看硬化層 關鍵在這個硬化層 這兩個動作是 就有還原的動作 我們最常見的 就是 我們拿這品 CM的 氣泊有除焦劑 來測試 一般除焦劑都用在包膜 除焦 或是T-E-TEC的 工讀生 他會拿除焦劑來塗裝 但是如果你研磨拋光 跟蒸氣鍍膜部分 可能 大燈很快的就 出現問題了 來我們來測試 這是 實驗除焦劑 看清楚 實驗的氣泊有除焦劑 好我們均勻的 噴塗 就是 就是要靠你的硬化層 耐不耐用 耐不耐用 除焦劑 噢那個 它是 很快速溶解 溶解大燈 暖化大燈 所以大燈很快的 整個 整個開始 溶解新史白化歸裂 噢 一般長期時間 在 太陽光照射下 跟 暴露 空氣中氧化 噢 這段期間 如果能撐久 那就是要 一定要用正確的工業硬化層處理 才不會開始溶解新史 歸裂 噢那個 蒸氣鍍膜一樣 進階的造成 大燈表面 青史 不是只有青史物化而已 還有 甚至嚴重歸裂 嚴重歸裂整個 整個 登記就爆銷了 噢這個 溶解新史的 很快 很快速的 溶解新史 整個大燈 就爆銷了 所以大燈的 硬化處理非常重要 那 經過 除焦劑測試 兩次噴塗的測試 工業硬化層 強化塑缸 還是一樣 保持 強酸強減的作用 基本的 它是很耐高溫 跟耐低溫 尤其 夏天 高達38度以上的 登記 完全硬化層都可以離開 耐低溫 所謂冬天 尤其 河灣山 負 10度以上 都可以抵抗 耐寒 這個 硬化層不會受 任何環境影響 而病死 這個 硬化層強化縮缸 效果非常好 這是那個 蒸氣鍍膜 道路 淘寶 販售的 一樣 遇到 除膠劑 馬上農劑 侵蝕 歸裂了 整個 登記 就可以報銷了 如果做 傳統的 螢幕拋光 或是市面上 買的 副理劑 拋光劑 或是自己DIY 用牙膏 自己拋光 那慘了 你登記準備報銷了 看看你的螢幕拋光 整個登記都霧掉了 歸裂了 所以你的 如果是研磨拋光 跟蒸氣鍍膜 還原了 整個登記 不到三個月半年 整個歸裂 脆化 登記就可以報銷了 所以標準的 還是要上 工業硬化層強化塑鋼 這是我們台灣自己研發的 硬化層強化塑鋼 符合 PC APS的塗裝 材質 高韌性 那最主要 一般 外面也有做硬化處理 但是 他們所塗裝是透明漆 或是UV漆 或是青漆 那都會容易 一開始塗裝還好 但是 過沒多久 表面會龜裂 再來就是 通膜 整個剝落 那就是很劣質的 硬化層 所以 今天所要介紹的就是 硬化層強化縮鋼 非常重要 尤其你燈 單價比較貴的燈器 一定要上 強化縮鋼硬化層 才是正確的 大燈翻修的 的動作 好 現在 來介紹 工業鍍膜強化縮鋼 以及 蒸氣 或是氫氣 數量 迅速拋光的液體 這兩個成分 我們來測試 它的液體呢 我用保麗龍來測試 倒入第一面 倒入下面 很快速的 保麗龍就溶解輕蝕 一下子就溶解輕蝕 這是工業鍍膜 我們倒一些 在下面做測試 工業鍍膜 它沒有浮蝕性 那個 表面都是還光滑的 保麗龍完全沒有 咬得很深 好 這是蒸氣鍍膜的 液體 它那個 腐蝕性非常高 所以對透明燈灶 遜上氣化 很快速的 到 每幾個月 就遜速 燈灶表面 就遜速歸裂 好的 硬化層 是比較特殊的 強化塑鋼 它沒有任何溶劑 不會受損到 透明 汽車大燈透明燈灶的 任何腐蝕 這很好的硬化層 這個已經腐蝕很深了 這個蒸氣鍍膜 是絕對不能使用的 現在大陸 淘寶很多人在賣 這種蒸氣鍍膜 千萬不能使用 謝謝大家 請問問答zung 請問答τί 請問答憲 請問答案 由子佩 請問答案 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